什么 乐迪的遥控器卖1300多 我天呐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次我们就来一块看看这东西到底值不值 乐迪的芯品RC8X 一款8通道的高端枪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姆琴霸局的耗子 在我心中这个乐迪一直是走这个极具性价比的路线 比如那个400多的12通道的空白遥控器 那真是功能又强大又便宜 这次呢竟然出了一个高端枪控 还号称应有尽有 不负期待 那它到底有多牛呢 来 开箱 这个包装有点平平无奇 还是乐迪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我们打开看看 但拿出来之后 哇 这个手感 主要是它的材质和这个重量 就是有点这个头重脚轻的感觉 就有点像这种 这玩意儿 就高端控嘛 都是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有点意思 这完全不是乐迪的风格了 反正要挡上这标 我是一开始没看出来这是乐迪 我发现这国产不是做不出精品 而是市场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 这个遥控器呢 是既这个乐迪的RC4 还有这个RC6 RC6 这是GS V3版 这是一个七通的 既这两个遥控器之后 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全功能枪控 然后搭配了一个这个4.3寸的 800X 480分辨率的电容瓶 这确实是一个漂亮货 然后来先看看这些配件 一个控 然后这里头 一个非常质量很差的 很对不起这高端控的一个空袋 这就扔了 然后还有一根电压检测线 这就直接插到那个电池和电条之间 然后直接插自由机上 就可以实时监测电压了 这个东西不错 防止电池过放 然后好多遥控器是有这个功能 现在是 但是没有配这种电压检测线 还得自己坐或者单买 这挺好 直接就配了 然后就是标配的这个新款的 R8FG 一个8通道的接触机 这个距离上配合这个遥控器 它可以达到600米的距离 这个东西这个距离足够玩车和船了 还内置了陀螺仪 打开后可以帮助跑直线 或者精确转弯 然后这个电路板和插针都做了纳米图层技术 有这个IPX4的防溅水等级 但是要是玩船的话 这东西还得单独拿银银泡包一下 做个防水更安全 当然这个遥控器 它还支持乐迪其他的旧款接触机 这样的话像我这种之前就用乐迪的朋友 那就很友好了 我就不用再单独买一堆接触机了 还配了一个这个 价值几十块钱的一个5.8G的图传接触机 这个直接插到遥控器的侧面 然后它这个屏是一屏双用 这样它就直接可以显示FPV画面了 就不用再单独准备显示器或者眼镜了 就是偶尔临时玩玩FPV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还有一个USB Type-C的数据线 然后还有配件 这是板机的配件 还有两个六角 还有魔术贴 这应该是贴这个 就把它可以贴在这 贴在这 或者贴在 对应该贴在这就可以 然后我们看看电池舱 它这个里面其实标配的是一个 8G7号电池的一个电池盒 然后我是直接装了一个2S的锂电 然后它的最高电压可以支持到17V 也就是4S 然后这个玩意儿 我看这个厚度 4S估计也是放不进去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这个电池的厚度 我这个电池放音是基本上刚刚好的 也就是14毫米 估计超过14毫米就放不进去了 然后我们看看细节 开机 这个开机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因为我印象中这种屏幕比较大的遥控器 开机都很慢 这大屏幕很过瘾 就是一个两边是窄边框 就感觉搁一手机在里面似的 然后撕膜 然后这个出厂它其实是贴了保护膜的 就大家撕的时候 小心别把两层膜全撕了 看看我撕的是一层 这个800x480的分辨率 其实在遥控器中算是很高的了 这个看着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个控用的整体都是工程塑料材质 就是亮面 还有磨砂面 相匹配 外观上非常高级 很有设计感 然后握板的里面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是橡胶的 而且不是那种硬硬的感觉 这个还是握着非常舒服 然后再看看它的板机 这个板机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终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虚位 然后它前后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这颗螺丝 给它松掉 看看 松掉之后 整个这个机械结构是能调前后的 这样就看一张手指 怎么着够着比较舒服了 看这个位置我就够着比较舒服 给它锁紧 好 然后这颗螺丝是调节弹力的弹簧力度的 然后这颗螺丝是调节刹车的形成的 就是看你的个人习惯了 然后转向轮 转向轮的这个手感也非常的舒服 顺滑 而且很紧致 这个地方 这个调弹力的螺丝 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两个旋钮 一个是这个VR 还有这个DLE旋钮 VR旋钮 这个VR旋钮默认是三重道 然后DLE它默认是这个陀螺仪的增益 就陀螺仪感度说白了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隐藏功能 就是 一按 这个被光灯打开了 但是这个钮的手感就有点不打地 它按着这个力量 其实你看 就按了一点 这个触感几乎没有 有点奇怪 围着转向轮的力圈 是这个三个微调开关 DT4 DT2 DT1 这个是刹车比率 刹车比率 这个这是干啥是 然后油门微调 这个我知道 还有转向微调 然后这个是双比率 这个下面PS1 这下面还有一个通道开关 然后这里块还有一个PS5和这个 PS1默认的是通道4 然后这个默认的是通道7 然后这个默认的是通道5 然后这两个开关 这两个开关其实在反面还有 这方面就是左手的玩家 这边也可以按 然后这个转向轮 它是通过两个螺丝 然后这个就下来了 然后里面还有个板子什么的 然后把这边也拆了 这个倒这边 这个倒这边就可以左右手调换了 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然后底部还有一开关 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不是玩的时候 就是说这可以顶肚子上 这大家可以设置一个什么功能呢 这块把这个塑料的材料有点容易滑 其实这块要是也弄磨砂的应该会好 这个估计用不了几回就就得磨花了 然后这个侧面这个DSC 它是接摩尼器的接口 就可以用这个玩摩尼器 挺爽的电脑上 然后头锥接口 高频头 黑洋高频头接口都在这 然后这还有个耳机接口 当然图传也是差这块 然后这个 这是一个Type-C的接口 就是用来升级 还有烤东西 它那还能接充电宝 也就是接咱们日常的5V供电 这样的话你在外厂 如果要是说遥控器没电了 可以就是插上这个充电宝 这个5V它这个Type-C的孔 还可以进行供电使用 但是这要重新调一下 设置一下最低电压 然后它的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是一个装SD卡的地方 同时来看看 金士顿的32G卡 哇 良心啊 这个玩意儿 掉了 算了 待会再弄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遥控器系统 这个遥控器系统 这个功能多到了 我这辈子估计都用不过来 里面你看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有各种的设置 我天 这感觉好多像是 就是竞赛级玩家会用到的好多功能 然后我们看看整个的设置 系统设置 这个我主要就是玩的系统设置 这个桌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无用的功能 这有什么用啊 这个点击计时 打开 就是这个关这个功能 好像一点用没有 然后系统主题 这挺逗的 有 这是它出厂默认的一个主题 我塞 还有这个 我天哪 这个主题有点没有审美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还可以自定义 我是搭配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设置 就是你的主题颜色都可以调 还有电池设置 对了这个我是用的锂电 锂电 锂电 2S锂电 然后电池最高电压 就是它的2S8.4V 然后电池最低电压 也就是说 低到多少 它可能会关机完应该是 不对 这呢 关机电压在这 自动关机电压 然后报警电压 我设的是它的额定电压下 就724V就报警 然后这会儿就我得换电池了 然后如果要是用这个USB 就是插这个Type-C口 用USB来供电的话 你就需要把这个电池的 报警电压往低了设 因为USB供电是5V嘛 就是给它设到5V以下 然后外部输入输出 这就是刚才设置那个FPV模式 就是外部输入多媒体 就这儿 这个多媒体 可以选择音频输出 就是听歌 然后或者刚才我这个演示 视频输入就是FPV 一屏多用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什么校准 这就是 你看我这个板机刚才调了位置了 这就可以校准一下 后面配件菜单 这个就是设置你的所有的微调 这个阶级 阶级就是说 我每动一下微调 我每动一下微调 它走几格 这我射到了6 它就走6格 然后这要射到2 它就走两格 这都没啥说的 这个开关功能按键 就是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 它有一个点动通道4 就是我按一下 按住 它就是正100的位置 松开就变成负100了 然后把这个点动改了 改字锁 就是按一下变成正100 再按一下变负100 这就相当于咱们正常的这种通道开关 然后还有啥好玩的 看看 截图 哇 这东西 计时器 这就是刚才说的 倒计时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圈列表 这也就是玩比赛时候使的吧 我天哪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其实太专业了 我是一个玩航模的 回头我用这遥控器飞飞航模 飞特技 然后接触机选择 这个 这个东西 其实这遥控器配了一个说明书 但是因为我这是第一批 所以 送了这个 没有带说明书 说明书100多页 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 大家回去可以对照说明书 再仔细的研究这个空 再好好的玩这些各种功能 这个通道浏览 那我这开了一个什么功能 然后正反向 微调 剁量 形成量 这都不说了 这都很常规的 条件这个还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后面升级固件就开放了 通道设定 这个你就是可以设定每一个通道 对应 你可以把比如说 剁机转向 放在1或者放在2 或者什么的 传感器列表 就可以设置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个 屏幕上的这个传感器 数据回传 现在它默认的是 就是一插上它就有一个接触机电压 然后还有一个 这离太近了 接触机电压还有信号强度 我离得越远 然后再拿近 我要再离近 就没了 接触机电压设置 这还能设置 就接触机报警电压 玩游动的可以 接触机信号 信号也可以报警 挺好功能太多了 然后减轻刹车 这也就是ABS吧 好像是 这是我的油门通道 这是我推刹车的时候 这太牛了 CPS很空 这又是什么东西 坦克很空 程序很空 这就自己编了 然后这是你的版本 还在这能选择语言 有中文还是英文 然后用户名 可以给自己的遥控器起个名 最后我们看看它这个系统界面 它的上半部分就是显示了 这个各个通道的这个情况 然后中间这块 这一溜是刚才就是说的 那个什么多轮转向 然后什么前引力控制 ABS 这些开关 就是这些功能有没有开 还有什么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挺多的 然后这边就是计时器 还有这个数据回传 就是接触机的这个情况 然后下面就是你的这个功能 功能开关的位置 还有这微调的位置 都在这块有显示 然后下面这两个 一个是你的快捷菜单 这我没设 然后这个就是进入你的总的菜单 这个1399售价的乐迪的RC8X 作为乐迪目前最贵的一款遥控器 果然不负众望 要知道这玩意儿 可是比乐迪的所有的空格遥控器都要贵 感觉这个是乐迪进行的第二个底端 第一个就是它那400多块钱 12通道的AT9遥控器 那极具性价比 然后这回又整了一个这个 乐迪最高端的枪控出来 但是通过我这一个月对它的把玩 这个目前这个遥控器 它的各个功能 我觉得都是非常顺手的 然后操作手感也非常细腻 系统也很稳定 反正不错 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国产高端枪控 我们这期层面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